HELLO 大家好 我是不随着股市值 珍惜百分的开本 这期影片我要跟你分享的是 富兰克林捷径能源ETF 如果你要投资它的话 你主要会命你的三个主要风险 那这档ETF呢 它不属于ESG指数的ETF 那这档ETF它的股要代号是00899 它的追踪指数是 标普全球捷径能源精选指数 那它主要会在 2022年的1月3号到1月5号 要开始募集 那如果募集成功的话呢 它就可以挂牌上市 如果你要购买这档ETF 你一股的费用是20块钱台币 所以如果你在募集的时间 你就想要购买的话 那你至少要准备2万块钱台币 才可以购买这档ETF 好那它的内扣费用是多少呢 它的经营费是0.9% 保管费0.2% 上市费0.03% 指数授权费0.2% 交易费跟手续费的部分的话 目前是还不知道 那我们把前面的费用加起来的话呢 最少它的总费用就会在1.3%以上 一年1.3%算是蛮高的费用率哦 那它持股总类呢 是30档公司 这档ETF呢 它会筛选30家公司 Top 5的部分 加起来大概是23.9% 算是属于蛮分散的哦 那成分股调整的部分的话呢 一年会调整两次 分别是在1月 还有7月的时候 会进行调整 那股息的部分的话呢 是没有要配息的 好那这档ETF 它的指数筛选特色有哪些呢 首先呢 它的指数筛选特色就是 你要在以开发国家 交易 并且符合它的市值 还有流动性等等标准 才可以筛选进来 然后第二个就是 你的公司业务啊 需要符合捷径能源的一个范畴 第三个就是 你的成分股要经有碳足基的一些标准 顾虑才可以筛选进来 那什么叫做捷径能源的范畴 捷径能源的范畴就是 你这家公司 你不一定要从事什么 太阳能啊 或是风力水力 燃料电池 生殖能源等等这些能源的产生 你不一定要从事这些行业 你可以从事这些行业 它的技术 或者是它的设备的提供商 就像是假装现在有一个指数 叫做卖鸡牌指数 那卖鸡牌指数 不是说它每一个成分股 都一定要是卖鸡牌的厂商 它可以是卖鸡牌的那些设备的厂商 就是这个概念 那00899它所追踪的这个指数 它的成分股的比重是怎样算的 它成分股的比重就是 它每一档公司的比重 不能超过4.5% 所以说呢 它不会有说什么 像0050这种台积电比例 超过40%这种状况发生 所以这档一贴符 它的成分股是比较分散的 它有持有哪些国家的股票呢 首先啦 第一个就是美国 美国的部分的话高达45% 那再来就是西班牙大概8%左右 然后加拿大、中国、纽西兰等等 那这就是它的前五大持股 那它的能源产业分部的话呢 就是34.4%的太阳能 然后多元再生能源的话呢 就是29.8%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风力 然后还有氢能源的部分 所以它的产业分部就是属于一些洁净能源产业的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成分股表现 那成分股表现我们刚刚已经有讲到 它不是说它每一档成分股是4.5%吗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它的成分股的比重 竟然有些成分股比重超过4.5% 为什么会这样 那就是主要是因为 你可以想想看 假装你现在调整完了指数 然后有一档公司它的比重是4.5% 结果呢它到下一次调整指数之前 这家公司它的股价就上涨了一倍以上 那它当然 它的成分股的比重 在这个基金里面 它的比重当然就会上升了 所以说呢 要是你看到这种 也没有限制它成分股的权重是多少 但为什么它会超过这个权重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因为它的市值是会变动的 好那讲到这边 我还想跟大家介绍另外一档ETF 那这档ETF呢 跟00899非常非常的相似 这档ETF呢 它是美股上市的ETF 它叫做ICLN 它所最终的指数是 标普全球捷径能源指数 它跟00899它所最终的指数 只有差两个字 就叫做精选 那ICLN这档ETF 它虽然跟00899 好像指数虽重的有点不太一样 但是其实它们指数的表现 其实蛮接近 那ICLN这档ETF 它是从2008年6月20号 就已经成立了 它现在每一股大概是21.1块美金 也就是说你大概就是 6千块台币就可以购买这档股票 那最主要的差别就是 ICLN它的内购费用只有0.46% 00899它内购费用是1.3% ICLN只有它的三分之一 这是少非常非常多 那另外一个差别就是 ICLN它没有限定说 你只能投资30档公司 它的持股总数的话 是来到了70档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它才没有叫什么 精选指数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 ICLN它的股息的部分 是每一年配发两次 也就是6月跟12月的时候会配发 然后它的股息 最近一年是0.72% 那各位有没有发现到 ICLN这个ETF 它跟00899 它不只费用率比较低 而且它还有配发股息 那一年相差下来 就会相差1%以上的报酬 那这1%费用的差别 会相差非常多吗 好这等一下我会做介绍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指数的表现 首先呢 白色这条线的话呢 是00899它所追踪的指数 那蓝线的部分的话呢 是ICLN所追踪的指数 你没有发现 这两个指数在过往这10年当中啊 它们指数几乎都是重叠在一起 也就是说啊 它们表现啊 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所以如果你非常喜欢 捷径能源这个指数的话呢 其实你投资ICLN也是可以的 因为毕竟 ICLN它的内扣费用是少非常的多 好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介绍 如果你要投资00899这档ETF 你所会面临的几个风险 那第一个风险叫做 内扣费用风险 那我们刚刚知道 00899它的内扣费用是1.3% 那1.3%到底会相差多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举例 假设你现在有一档ETF 它的年换报酬率可以给你9% 然后呢 你有1万块钱 你投资了50年 它每年给你9%的报酬率 那A的话呢 它内扣费用是0% B的话呢 它内扣费用是1% 那这两档ETF 在50年下来的话呢 它的报酬会相差多少 A的话呢 50年下来 它会从1万块变成73万 B的话呢 它会从1万块变成47万 它们两个整整相差了35% 这是相差非常的多的 虽然这两档ETF 它们只相差了1%的内扣费用 但是长期下来 这两档ETF的绩效 竟然相差了35%以上 我们付出了100%的金钱 然后承担100%的风险 但是如果你忽略掉了内扣费用的话 那你的报酬会少得非常非常的多 第二个风险就是政策风险 各位知道吧 现在美国的总统是谁 美国的总统是拜登 那拜登呢 他是崇尚绿色能源 那美国的前任总统是谁 川普 那崇普的话呢 他是崇尚石油能源 这两个总统 他们的政党也不一样 拜登的话呢 是民主党 川普的话呢 是共和党 那各位知道 拜登他上台之后呢 他就开始大力的去补贴这些绿色能源的产业 那各位知道 你补贴绿色能源产业 也就代表说 这些产业 他们的成本就会下降 成本下降的话呢 变相呢 就可以提升企业的获利 那企业的获利上升的话呢 那股价当然就上升嘛 那追踪这些公司的指数 当然也会跟着水涨转告 川普总统的话呢 他就是非常讨厌绿色的域嘛 他甚至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 所以我这边是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不同的政策 不同的政党 他会对这些人员产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各位如果你要投资这类人员产业的ETF的话呢 你一定要注意那些国家 他们的政策到底是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好那第三个风险就是 汇率风险 那我们投资的这档ETF 00899 他所持有的公司啊 主要是分布在 美国 西班牙 加拿大 还有中国 所以呢 这些国家的币值再换回台币的话呢 当然就会有一个会场 这边我举一个例子 假设你在2009年的时候 你投资了一档标的 那一档标的你花了10万块钱 然后呢你投资到现在2021年 如果这档标的没有涨没有跌的话呢 你觉得你有获利吗 我们来看一下喔 2009年的时候呢 一美元他可以兑换成35块台币 但是2021年的时候呢 他一美元只剩下28块台币 也就是说你在2009年的时候 你投资10万块钱美金到一家公司 那个时候啊 10万块钱美金可以换算成350万台币 到2021年的时候呢 如果这家公司都没有涨都没有跌 那10万块钱美金呢 你把它卖出去 然后换成台币的话呢 只剩下280万台币 那这就是汇率的风险啊 所以各位如果在投资这种 国外的股票的话呢 一定要了解这个风险 好那00899 我刚刚所介绍的三种风险 你觉得哪一个风险 是你最难以去承受的呢 好可以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喔 好那我们这期影片就到这边喔 我是不随身股市值珍惜白色的KBEN 我们下期影片见 拜拜